再把焦点转回台湾 要把时间拉回到28年前 当年支持台湾民主运动的陈文成博士 从海外回国 遭到警备总部的约谈 而隔天他就会发现 陈诗在台大校园里死因沉迷 从过去的扁政府到现在的马政府 都有意重新调查这件命案 但是进度非常有限 而陈文成的家属表示 除非政府承认当年的警总有责任 并且真心道歉 否则家属认为 政府所谓的重启调查 都是骗人的把戏 他是曾在美国卡内基美龙大学 统计系任教的陈文成博士 因为在美期间支持台湾民主运动 并积极为党外刊物 美丽岛杂志募款 在回台后被当时的警备总部约谈 但却在第二天被发现 陈诗在台大研究生图书馆旁的 一楼地面 确定死因一直是个谜团 多年来和林宅写案 一直被认为是台湾政治史上的 两大政治悬案 从扁政府到如今的马总统 都有意要重新调查这两大悬案 不过在二号的陈文成 逝世28周年的追思会上 家属对马政府的调查不抱希望 陈文成生前被警总约谈的笔录 最近高检署专案小组 才在国家档案管理局找出来 而高检署原定六月底要提出的调查报告 目前也因为调查进度延后 陈文成基金会希望调查报告出来时候 政府也应该将本案所有相关证据一并公布 这个历史事件是过去的政权将它掩盖 以至于这些相关的市政 四散无法把它挤涌过来 那今天找到了一份并不代表 这个工作就停止了 我们认为说其他的档案要一并公开 谢尹青也希望政府的调查报告 能真的还原历史真相 也还给陈文成和家属一个公道 记者蒋龙翔 陈保罗 张志雄台北报道